自當全高遠 風雲高 這兩天 李克強 那個 其實不是葬禮 那個叫做 遺體告別式 終於匆匆 在11月2日 在北京的八寶山 一個廳舉行了 根據他大陸的規格 中共參考 李鵬世世 即是說你退任了 你已經什麼 職涵都沒有了 中央委員又不是了 一屆平民 於是就不是一個正式的追悼會 此之前 有種種的傳言 追悼會就要由有人主持 然後 會有一個人致悼詞 如果是致悼詞 傳出是現任的總理 是李強 誰主持呢 這個叫做追悼會 可以是王滬嶺 或者可以是習近平本人 但是這些沒有發生 只是一個叫做遺體告別式 告別式就是 參與的人 我們看到後來發放出來的片段 好像不是很多 當然不會 開放給公眾 就算在黨內 似乎 出席告別式 的人數都 不是很多 據報導 現在七個常委 包括黨魁 總書記習近平 都有去齊 看不到 譬如說退了任的 溫家寶是沒有來的 胡錦濤也沒有來的 當然說了什麼也沒有來的 當然是有花圈 曾慶紅也沒有來的 那些什麼李瑞環 那些 胡春華 這些不要忘記 去年三月 去年十月 這個叫做二十大的時候 在主席台我們看到 胡錦濤被 押下去的時候 坐在前面的一排 以及後面的兩排 以上的人士 全部都可以很健康地出席 而且 召開這些 二十大 會議 以及發表 講話 文件的時間 是很長的 例如說李克強 雖然現在他卸了任 但是過去十五年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政府的行政管理的領袖 就算 沒有這個 追悼會 遺體告別式 告別是一個很感性的字眼 被他前任溫家報應 或者他一大班 他的 學長 或者學弟 這些 北京大學 就隔了出去 但是 參照上一次 胡錦濤 押下台那一次 很多人都應該到 是不是 這個叫遺體告別式 要不就有到 但是 大陸的官方那個媒體 是沒有出示任何的照片和短片 是很簡單的 當然集中在這個 習近平夫婦 進來擾場 在那個遺體那裡 然後 就走去跟 這個未亡人 這個 情紅握手 那個圖片 就算你的規格 按住在那裡 但是 你說到場 遺體告別式的人 應該是不少 因為李克強 上 就是 胡錦濤 和溫家寶 是吧 團派 那個網絡 那個人事網絡非常之寬敞 還有汪洋也看不到 OK 其他的那些不要說了 他共事是很久的 他做過副總理 是吧 做過三屆 最少三屆的政治局常委 是吧 當他做副總理的時候 習近平是國家副主席 然後雙雙就升級了 這個叫胡溫 退任之後 就是一個做總書記和一個總理 李克強那麼多年 在共青團 一直在北大那裡上去 一直在盤踞 在北京 人事網絡 不要說北大的校友 就算在國務院內外 都應該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所謂的老同事 老戰友 老領導 不捨得這位 是黨的一手 尤其是 胡耀邦那時候開始栽培的共青團 的一位骨幹的人 這次看不到 長片可以說 相當之冷清 而且不要說這些匆匆拿去火化 還有街上 嚴格的管制 不讓那些人大批聚集出現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 以及 1989年4月胡耀邦那時候 人山人海 以及花圈 已經有了鬥爭經驗 這些全部都取締了 所以這次來看就是看這些漢點 不是誰 出席 在那 是誰不在那 胡錦濤有個花圈 鏡頭 他掃過什麼東西 選過都是有政治含義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胡錦濤不到 那溫家寶應該到 是不是 溫家寶就算是李瑞華 應該到 這些是長輩 後輩 胡春華應該到 屏輩的汪洋 這些應該 看不到 是不是 那個鏡頭也看不到 你應該 如果不要搞那麼多這些政治 種種的暗語 就應該全部倒閉 現在就是一個普通的 一個官場的一個那麼重要的人物 就算是遺體告別式 都應該人山人海 即使你不向公眾開放 今天就看新聞 其實在 李克強總理 那個 去白寶山的過程裏面 都看到北京的街頭 有些民眾聚集 跟這個 零車 致意 以及 說總理走好 但是你看到 其實 不算是 人山人海 沒有 裏面的人數 可能是 一百幾十 經過篩選 和規準 沒錯 裏面的人 我相信 經過政治審查 有些單位 誰可以去 誰不去 這些全部 是有很嚴密的 安排 如果你完全可以 開放自由 我相信一定是 人山人海 但是這些一定是官方不容許的鏡頭 五十萬保守 估計 但是如果 通常 就會 跟這個當年 李鵬 這個告別式 上面比較 如果根據官媒 那時候 新華社的報導 習近平當時 率領七個政治局常委 和這個國家的副主席 王岐山一起去 鞠躬置義 慰問李鵬家屬 而特點當時 江澤民 都在參乎之下 出席 江澤民的地位 當然是 不簡單 今時今日 他當然不在 所以 也不會有機會出現 雖然是政國級的規格 但是出席的人 的份量 就比較重 王岐山不見 王岐山現在年紀大 又說那時候 臥病 可以找兩個護士扶著 出來 是不是 還有外交系統 楊潔篪也不見 王毅也不見 其實 李克強當副總理 一直在晉升到總理 這十幾二十年 經過他和他交集 和同期的人 是相當大場面的 不只是習近平一個 和另外的 六個常委的 李強 李希 王狐寧 那些 所以這次 我們特意 昨天 不說 火眼金睛 看看官方 發表的 新聞 影片裏面 有誰 和沒有誰 結果發現 看不到的 是非常之多 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是 QK的地方 你說規格 按照李鵬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人制度詞 可能這些 制度詞 這麽大場面 可能現在 只是reserve for 只是度身訂造給黨總書記 江澤民 胡錦濤 或者將來 八年龜佬 習近平 這些給他們享用 現任的總理 李強 有什麽東瓜豆腐 都沒有這個規格 可以改的 即使規格也是李強 身為總理 訪問德國 完全可以坐包機 以前朱鎔基 坐包機 以前是坐專機 現在就叫包機 專機和包機有什麽分別呢 專機就是 整架 服侍給你的 全架機 除蟲 秘書 但是這個 包機 未必的 包機可能 機小一點 甚至極有可能 機後面 有普通的民眾 你只不過是坐first class 頭等 頭等 分隔開 這些 都是 近年的一些行政 或者叫政治 規格的一些變動 目的只是突出 准一個人 其他不能夠搶風頭 是不是 網絡上官方 其實都算放鬆了 容許 搜尋 李克強火化 裏面 很多民眾 留下了 這些道詞 都算是 一個 相對地 寬鬆的做法 沒有預期中 甚至 李克強悼念 火化的字眼 都屏蔽了 但是 看到其實 都是在一個 很高壓之下的情況之下的一個悼念儀式 無論在北京的街頭 半戒嚴的狀態 亦都不容許高校的學生聚集 或者民眾 除了在他的故居安徽合肥 就可以獻花之外 其他地方 亦都不容許 合肥 和河南鄭州這兩天就不見了 因為他曾經做過河南的省長 是 接替李長春 在河南搞出了一件大件事 李長春 在主政河南的時候 是1992至1998年 那時候河南很多窮人 就出來賣血 一賣血 就想不到那時候的愛滋 愛滋村 就在河南幾個村 一賣血就搞到 整個河南的愛滋病毒的血液 非常普及 一直到李克強 1998年 接任這個河南省省長的時候 整個河南的愛滋血已經大爆炸 那時候的一位高醫生 高耀傑 這位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望 這位高齡長者的女醫生 曾經去見過李克強 他說你知不知道 現在的愛滋血很不敵 我勸你 下去看看 當時 李克強剛剛到任 跟高耀傑說 其實我們河南整治 這個愛滋血液已經很成功了 高耀傑就立即踢爆 聽其言觀其行 你新官上任 我告訴你 那時候 李克強也是相當 寬慾的 不是把高耀傑打為 反黨 妄議中央 那時候 中共黨內的政治生活 是相對正常的 那時候 現在你說 悼念在網上 那些網民可不可以打 人在幹 天在漢 這個叫做蒼天有眼 這十個字 可不可以打 長江黃河 不倒流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始終你也看到 裏面 這些是一些政治的暗湧 剛才你提及 在河南期間 李克強是有點得正的 因為當時河南 除了你說愛滋病 那個 蔓延的問題 另外 農民的處境 收入是很低的 當時他也提出一個 就叫做如果想農民 富裕起來 首先要減少農民 這句說話一聽下去 人們就覺得 咦 什麼意思 不懂得聽 但其實原來 他的意思是 一定要進行自動化 和機械化的耕作 其實在他主政的十年期間 其實河南的經濟是改善了 亦都變成了很多 很重要的糧食生產地 所以為什麼 河南的民眾 或者會有大型的悼念 或者他們獻花 就是因為 其實在李克強做省長的期間 的而且確是幫到那些民眾 我們都說過了 其實他的措施是一個 比較放權 以及 中央不管那麼多 還有他做總理期間的時候 其實他去除了很多 繁瑣的公民 或者要遞上中央 批的那些 文件的程序 將那些繁民肉節 和我們說的官僚程序 就是簡化 令到 下面的 地方的官員 做事 更加快捷 以及 可以有效率 這一點 特別是在後期 最近的五年 跟習近平的思想 背道而馳 有幾個例子 首先 李克強 在2012年正式做總理 以後 在2013年 在人大提出第一項 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 裏面的意氣風發 報告的講話 幾個小時裏面提到 改革開放 連著 提到了一百三十幾次 這個是他十年前的 很明顯 改革開放 已經表示一種態度 承接著 江澤民 朱鎔基 或者更早的鄧小平 好了這次 他去了之後 那個 副告 副告出來了 你看一下有沒有改革開放 一句都沒有 改革開放 是李克強 在最後他身為國務院總理的時候 他引以為偶的成就的主菜 他亦都很希望 後人是記得 他用最後一口氣 最後一把勁 我不管你有多大阻力 多少副棺材 我也是 履行這個改革開放 因為他是一個 極端相信改革開放才有得救的人 在這方面他是隔代 承接著趙紫陽的思想 因為趙紫陽當總理的時候就提出精簡機構 推動國有化的鬆綁 以及大力推動市場私有制 趙紫陽曾經對著來訪的客人說 中共搞幾十年毛澤東一路開始到現在 太多都是各樣東西都說國家的國家的 國家財產國家的企業 他說什麼叫國家 是你還是我呢 趙紫陽有這些講話 很大膽 所以就經過 江珠 江珠的時候 老江就是悶聲發大財 當然也是 上海幫 相信市場企業化 但是因為 那個體制沒有改革 後來這個叫溫家寶 都投訴 就搞到官場腐敗 貪污 盛行 是吧 到胡溫 其實基本上是消虧吵取 但是到 李克強上來 他覺得自己應該大展拳腳 是駁回這條線 是改革開放 相對對香港來的 你留意一下 他不斷提到香港 都是講完全套的詞彙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他必定講完高度自治 直到這個叫李家超 上去接受任命的時候 他也是跟李家超 說王陽和韓正 這些都是說 香港要繼續維持 國際貿易中心 國際運輸中心 國際航運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 不斷強調國際 在他的口中就沒有說 這個叫港版國安法 23條立法 你什麼時候 他沒有興趣 他不提 最重要的就是 李克強 後來他在 他如何體現 改革開放 他提出這個backbone 他的主題 連貫了很多年 在2015年 在18大之後 他提出這個 放管服的改革 這三個字 是李克強 認為他是得意之作 放 即是說要放權 簡正放權 即是將行政的 那些步驟 要審批的 麻煩你不要審批 不要再遞交上來 下面你直接開綠燈給他做 叫做 簡正放權 但這個是跟共產黨的基因 是相反的 共產黨天生就喜歡管人 馬克思列寧史太林 這些走出來的第一步就是貧富懸殊 資本加勒莫薩 工人 他們這個社會主義也好 共產主義也好 他的初心就是要成立一個 後來列寧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就是要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初心也好主題也好 就是要行政干預 以及要成立一個 管理的 一個叫做政體 但是管理後來走貨入魔 越管越多 越干越越細 好像現在香港特區 那個 蔡若蓮出來說 外國教育現在還要管 管到什麼 你已經有國民教育 母語教育 基本法教育 國安法教育 他現在管到什麼 蔡若蓮說 要在中小學 每間學校要播映長津湖 這些就是管 這些共產黨本色 沒有辦法的 蔡若蓮 我每間學校 我放不放長津湖 是我的行政 是我的行政權力裏面的事 現在教育局也叫你 這個 我們另案處理 但是這個就是跟李克強 那個叫做放管服 是相反的 管他知道 共產黨的基因你不提管不行 他就叫做 簡證放權之後就叫做放管結合 也不是說不能管 不過你兩樣東西要科學結合 然後什麼服 叫做優化服務 你不要小看後面這四個字 李克強是相信政府對人民的功能 是服務 是service 是提供service 優化服務 放管服 放 是一個手段 管 是一個 暫時這個叫做說給習近平聽 或者對共產黨的字面上的交代 我不是不管 不過我現在要放 然後最後這個要害 就是優化服務 共產黨 官員 衙門原來是服務人民 是的 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說的 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找你老襯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優化服務 一提出來 這個 就跟習近平這個黨性 根本有所沖淡 陶先生 因為剛才你提及共產黨的基因 因為他來自是 前蘇聯 這種史太林式的管 經濟學 就是集體農場 計劃經濟 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二個五年計劃 第三個五年計劃 現在不生孩子也要管 是吧 香港也是 其實你給二萬元來到吹谷 都是有一種管的方式 獎勵而已 不過剛剛用錢 叫做好一點 到你真的要強制 要生育的時候 管就越管越小 所以李克強知道這個管 是市場經濟的死缺 就是一個詛咒 你要開放市場經濟 必定 是越管得少越好 這個也是讀經濟的朋友 他在任內另外 十年裏面有兩個行業 據報其實是他放寬了 第一個就是那個快遞行業 即是那些順豐那些 其實當時 十年前中國那個快遞業 沒有那麼發達 成本也都不低 但是因為他的開放政策 以及容許民間這些角色的快遞 就 雨後春筍 結果其實全世界裏面 這個快遞中國的成本是最低的 可以低到幾元你就可以送去全國 還可以逆日到的 這些就是他放權的後果 那你就善用了中國 那個普羅大眾 還有那些人 可以 坐電單車 包括你這個叫動態清零時期 叫外賣 在香港叫deliveroo 現在動態清零 幸好 就是送外賣 這些就是把那些 封閉了的那些小區 是救命的 這方面來說 李克強知道 釋放中國人 那個基層 那個薄殺 和勤力 那個基因 是不是你一管 就各個躺平 你一管 做就36 不做就36 中國不是沒有快遞的 以前中國郵政都有 但是你試一下去中國郵政的東西 你收不收到 什麼時候收到 這些大家不知道 是不是 英國也是 英國的郵政 現在死了 你知道嗎 好啊 都試過收不到的 收不到然後死了 對方猛看穿抽水 然後你查那個 郵遞紀錄 問回他 他拆一拆 原來在郵包那裏 不記得拿 然後再說 不好意思 我去煤水給你 退錢你又要填一輪表 那裏是幾十元的 這些就是 英國 近年就行社會主義 就是左膠的餘毒 經濟餘毒 風雲谷成立了短短年半時間 就突破三十萬訂閱 真是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而會員專屬頻道風雲匯 人數也都持續上升 陶生同胞Sir每個星期都會為會員更新專屬影片 現在就不如看看以下的最新一分鐘精華 他用一個很有趣的邏輯 他就說 我明知道 我明知道 這些影片會被你們拿來截圖來攪 所以 我就下了他 這位蕭聖的KOL 幾十年的那種 很低級的鬼剑作風 是一致的 其實這群的恆大歌舞團 是拿來招呼 或者是拿來建立他的網絡關係 換言之 大家姊妹那麼高那麼大 可以說 沒有一條是許家印見過的 你的太子怎麼見過這些 在加拿大讀完書回來 通常這個時候 是會盡快和你截圖一件出來的 是呀 無論用大頭針刺穿也好 或者叫你不要用也好 一定會叫你截圖一件出來 拿來做人質 沒錯 中國那個情報系統 那個風格 是吸塵基風格 一吐吐吐吐吐地過去 那一他甚麼糕屎垃圾 你認為沒有用 他全部 都全 他以後他會慢慢分流 還有慢慢進入他的系統 是否意猶未盡呢 在本片描述欄最上面的連結 一案就可以加入會員 如果大家想長期支持我們 記得現在就要先like這條片 還可以用超級系列支持我們 當然更希望的是 大家能夠同時加入陶結 同霸葦衛 充心直说Patreon 令我们可以精益求精 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内容 再一次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好了 这个叫做放管服 其实习近平是不合听的 为什么不合听呢 当我望穿秋水 等到你退了任 和汪洋两个走 接着在今年 三月中共总书记 他练任 他在一场 对民建工商联介政协委员 开会的时候 习近平说 我们的一些政策 搞好了是改革的成功 搞不好可能就是腐败的痛点 他说 特别针对放管服 习近平说放了以后 管跟上没有 服到为了没有 光放不管不行 只是放 不管是不行 跟着就要爆雷 你这个就是 习近平不是错得了 你看那个地产就是 碧桂园 恒大 放了吧 一放这些大坑 在各地 这些勾结 那些地方的银行经理 和地方官 勾土地 所以习近平是很生气的 你说这个叫放管服 你说呢 就说到灌面堂皇 好像呢 我是这个浮动 这个叫民间经济 但是习近平说 正是放 不管 那么就爆雷 习近平的问题就是 他始终都没曾触及 是的 李克强说放管服 就当然会爆雷 是吧 那这些爆雷呢 即是爆煲 是吧 因为你中共的政治制度 不合理 第一 第二 就是你这七十年 由毛泽峰开始 尤其是文革之后的那一代 官员干部的质数差 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就这么开位 然后呢 就自己官商 官官商户 官商勾结 是你这个制度呢 是造成一个腐败贪婪 所以 你这个习近平呢 是不赞同 这个放管服的李克强路线 所以李克强走了 执了包袱之后 由李强做了国务院总理 历次的说话 他都不再提放管服 这些还不是分歧 是吧 你不要看 两句说话 好像很温和 但其实呢 对共产党高层的来说 这些就是权务的脚落 因为这些是隐含一个 利益有关的问题 因为管 在中国大陆的管 其实将它变成具体 就是法律的条文 其实我们都说过了 就是呢 无论它在一般的经济 或者是一般的社会上的法规 其实是写得极为严厉 和很严密的 但是这些管 其实往往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由地方的官员 那种着情 中间那个着情权和 那个执行得紧不紧呢 就是这些地方官员 他们的游水所在 所以这个管治 为什么习近平 或者他们后面的利益阶层 是拿着不放呢 因为你不管 其实你就没有钱了 你没有利益了 你放了权下去 那么他们自把自为 他们赚钱 这些是和你 nothing to do with you 和官员的利益无关 所以这个管治 牵涉到共产党背后的生死存亡 还有他们整个利益阶层的利益所在 那你说习近平说不妥 你这个李克强的放管服务 习近平就错不了 为什么 因为李克强 他自己在任的时候 曾经 是推进这个叫 心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是你自己做国务院的时候 是推动的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怎样体制改革 是不是 搞到那些医院 卖药 全部是抽涌 是不是 医生开刀等等 护士打点滴 是不是都打点滴 全部是有回购 全部是回购 是不是 还有那些药物 入口 全部都是单单 医生和那些药伤 这样 然后有回购有水收 我就優先用李克强 李克强可以还是不行 我不管 所以最近 这个习近平是嫌打 这个叫做遼寧 移动的医院 动完补习社 就动这个 那些明星艺人 这些平行 动医院 就在辽宁全省 所有的医院 叫他们交钱 没理你那么多 每一间医院 里面 我听说 这个有待核实 凡是这些 手术 主诊医生 麻烦你交20万上来 顾问医生 每个人交50万 有杀错没放过 罚钱 最近有消息 如果国企或者每人3000万以上 就自动上缴是两成 你不交 我就立刻逐个查试 遼寧就是 普通的医生 麻烦你 就交20万 这个顾问医生 即是香港的 consultant 就交50万 闭上眼 你怎么计算啊 我没有贪那么多 我都当你有 结果在辽宁 是这样滑水 是滑了100亿 习近平就说 这个叫放管服 不管了 医生 医者父母心 专业人士 读书读得最多 好像你们这些 知识分子 为什么搞到这样 所以习近平这句名言 他就是说 他其实是批击 李克强 所以在对着工商联界政协的委员开会的时候 他借题发挥 放了以后 管根上你没有 服到位你没有 虽然服务优化 优什么化 这些是讲好话 是不是 跟着就爆雷 他说搞不好 就可能是腐败的痛点 就是了 所以不信李克强的人大有人在 等于上一任的温家宝 在党内也有很多人恨 就是说这些人 在人民面前 就扮了人民的好种 裏面 就是说 口号啊 感性的那些东西就你讲了 落香然后回见百姓的那些show 你做了 但是 你就 觉得他这个职位 就是稀世道明 是吧 凡是这个总理也有这个影帝之名 当年 温家宝就经常被人笑 说他是温家宝影帝 李克强呢 因为亦都受到民众的欢迎 所以有些时候他落到 所谓民间 或者是 探访的时候 遇到甲道欢迎 亦都被人说他是做show的 是啊 所以我们以前也提过 在中共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 名下的一本叫中国纪检监察 雜誌 在2022年6月 就刊出一篇文章 秉弃精致的利己主义 里面 是提出两个历史人物 无厘头 一个是唐代的 李林浦 一个就是秦始皇 那个叫李斯 这两个都是承相 记住 奸相 说他是奸相 其实两个都死了 一千多年 这就是文革的时候 毛泽东 借历史人物 含沙射影 他里面怎么说呢 他说唐朝由盛转 虽与李林浦 这位精致利己主义者 物不可分 李林浦贪恋权力 阴柔奸搞 被人们称为口物福建 我没听过 历代的那些 历史学家 说李林浦是利己主义者 利己主义者是一个 英文的名词 你说奸相还奸相 这篇文章是谁说呢 有些人非常善于表演 表面上好仗是为国为民 实际上都是为自己 是不是 这句 有的领导干部 顶着学者刑官员的光环 不想着如何发挥所长干事创业 却疯狂追求权力金钱 追求权力金钱 就不是李克强 这个总理 有的领导干部名校毕业 这些很老骨 北大算不算名校 年纪轻轻被毁以纵入 却总想 当大官发大财 以权力谋取私利 这些是典型的子桑 不过这篇文章可能闹得太狠 在 网络里有算数日已经删除了 但是这个讲明係乘相 总理 OK 所以裏面是很凶狠的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裏面的矛頭所指 我看 無論是李克強或是他的前任看到 他的心也會心知吐味 引證他這次只得告別式 其他那些東西是如此 這就是事實 我們是封雲谷說事實 另一個事實是這樣說 其實李克強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中 其中一條最重要的就是去槓桿法 這個大家也說了很久 就是盡量不要借貸或者把槓桿洗到最大 他認為這樣是有風險 會爆雷 最後爆煲 現在已經證實了恆大和碧桂園的事件 已經證實了 但是這十年來 如果李克強所謂的放管服 其實那個放置 其實是要放任 給地方銀行 不要申批 結果就弄成這樣 全國爛尾樓 他也默許或者同意 其實地方政府是要靠房地產 去提高GDP 這個不是他的初心 房地產是朱鎔基搞出來的 但當然他不能改變 因為這個火車頭已經正在走 上海幫搞出來的 他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火車頭的方向 他坐上來的時候 但既然他讀經濟學出身 但既然他知道是一個放任的措施 就會容許所謂的投機或槓桿出現 但同時他又提出去槓桿化 其實兩者是有些叫做左右駁力的 當然啦 有些不叫做口號式 或者叫做不太現實 是啦 其實是自商矛盾 為甚麼自商矛盾 因為精結就是你現在共產黨一黨專政 這個這樣的制度 是不合理 所以溫家寶自己都知道 在最後一屆記者會說 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 經濟改革的利益也會失去 這些就混過十年之後 他就明白人了 這句話現在在大陸 你敢不敢搜尋 搜尋到嗎 搜尋到嗎 到李克強上來 興致勃勃 2013年 第一個工作報告 講了一百多次改革開放 他身來身豬肉以為可以大展拳腳 那時候 習近平也是第一任 真正的面貌看不清楚 所以外面有所謂習李體制的期望 到了第二任就知道大禍了 到了後來 他最後一次演講 改革開放這四個字 連起來 連起來 不是分開 你說醫療體制改革 農村改革 這些不算 改革開放這叫大方向 全部已經失色 回到剛才你說的問題 始終是共產黨 他專政和掌握權力 因為如果有經濟的成果 你不是跟官方去分享 你就會變成一個影響到權力政權的人或者公司 這個問題在西方社會是不存在的 因為西方社會會通過 政黨的影響 去保護你自己的利益 現在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 現在的扭曲的地方是 你又要發展經濟 你又容許民企出現 然後利用房地產去增加GDP 但是你又不容許他們可以坐大 所以放管服 基本上 李克強就是代表放 習近平就是代表管 在共產黨現在的體制裏面 放和管是水火不相容的 所謂叫一放就亂 一亂就管 一管就死 30年前趙紫陽 胡耀邦都知道共黨這個體制的弊端在哪裏 所以你再左右搏擊 再左右搏擊 五十年也是如此 所以李克強 你懂不懂經濟呢 我想宏觀那裏 什麼叫做社會主義干預 什麼叫做資本主義市場自由 他是這個大的 他知道 但是他坐得上那個位 面對一個 怪獸的體制 他什麼都做不到 不一定是習近平個人去搞他 或者權力鬥爭的事情 就是這個體制你決定做不到 例如 很多人都忘記了李克強 在第一任的時候提出什麼 叫做農村城鎮化 他說要減少農民人口 唯有就是脫貧 脫貧的方式 不要再二千多年那種 看上去只是耕田 農村 鄉村 農村是要城鎮化 這個後來講一下也沒有 農村怎麼城鎮化呢 請問 首先 怎樣去界定城鎮呢 城鎮者有高樓大廈 有商場 有會所 讓農民住到進去的那些 褲子和住宅 就不像以前用泥用磚來建龍舍 建豬圈 這樣就叫做城鎮化了 但如果沒有地產在後面頂住 怎樣城鎮呢 那就是地產 現在許家印那些 發展到二三線城市 碧桂園 這些其實也有份幫你推動 農村城鎮化 這就是放管服 一放的時候 習近平所說 放了之後管料沒有 管不好就變成爆雷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算是經濟的看法 不要說人權 民主 自由 都不要說 就已經叫做府院 政府 這個叫做國務院 還有這個叫 黨政 不是府院 黨政之間這兩個額頭的看法 是有水火不相容的差異 要解決這個差異 就是溫家寶講了 一定要政治體制改革 就是說走回哥巴卓夫 但是一走乾巴卓夫 後來你看到普京上來 就是天然氣 石油 是全部搞到那些 私商壽壽的大亨 這些大亨水準低 很多以前是共黨官員 因為跟普京這樣單一眼 把這些天然氣 石油 油田 私商壽壽 我聖給你 聖給你 聖給你 然後回購 結果後來這個俄羅斯到今天 又是想回到這個叫做帝俄 民族復興夢 結果又是侵略 又打烏克蘭 所以這些 俄羅斯一旦是你給 列寧 史泰林 這些共產意識 咬過一口 然後你玩了70年之後 你以後想改都難了 因為你的基因已經是注定了 你看俄羅斯今天搞到這樣 改革了吧 改革 私有化 沒有了蘇聯共黨的體制 甚至是普京本身也是反共的 他很討厭列寧和史泰林 他把重心搬去 聖彼得寶 那又怎樣 也是成為另一種怪獸 所以你說這個國家的前途 你說是不是一百年來 你說怎樣令人樂觀呢 再加上 裏面都說了 你以為出身名校就上來 他這個體制最重要的是劣幣驅逐良幣 要奴才不要人才 這方面我想李克強自己 和他的太太 辛同感受 不是外面你去了 百多個北大校友聯名哀悼 是什麼意思 他們自己都知道北大 13億人口都有北大 確實是吞吞聲 而李克強本身進入北大當初 80年代初期 他很嚮往英國的憲制 以及19世紀自由書思想 John洛克的那個著述 根據同學益術 他在北大的宿舍 很喜歡聽貝多芬 我沒有聽過這些鎮奮人心的 音樂 好像是為我而寫 你喜歡聽貝多芬的人 一定是嚮往自由的 因為貝多芬就是西洋音樂史由古典 這個叫教堂教會主政 進入到 釋放人性的浪漫主義 那個時候才有貝多芬和蕭邦 這些三歲定八十 所以李克強是一個悲劇的人 雖然不只是一個讀書人士大夫 還是一個文青 還有李克強也有他的局限 我現在回顧看 雖然他讀很多書 也是一個經濟學的專家 但是他 在那個所謂局中裏面 他發現不到 其實這個二十年 中國的經濟發展 並不是任何的政策 或者放管服裏面造成的 是因為美國 在這個911之後 將重點放在中東 反恐 所以也都不理中國 或者叫做隻眼開隻眼閉 加上加入了WTO之後 中國就突然間 在一場音樂的盛宴裏面 發了達 其實他不知道 這個真正令到 中國經濟改變的原因 不是什麼 的這些這樣的政策 也都不是這個 換任何一個總理上去的原因 只不過是美國 突然間 雙手 鬆了 漏了很多手指納的 這些這樣的美金 熱錢進入中國 然後再滾傳 成為這個 房地產的一個泡沫 這十幾二十年來 大家發了達 是啊 以為大家很努力 以為大家是應得的 以為這個世界是有一個 有一個叫北京模式 就是可以 專制 或者是一個管的政權之下 都可以 達至一個經濟的神話 但是他不知道這個神話 只是因為一個叫美國 突然間疏忽 益理 或者叫做有理 他不得閒理 但是現在這個 我們叫做已經落閘放狗 美國已經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遊戲 已經沒得再玩了 這方面 他沒有權限 因為外交 總理本來在周恩來時代 是外交的教父 什麼呢 邀請尼克遜來 乒乓外交 全部都是周恩來設計 這個總理 在周恩來之後 自從這個叫朱鎔基 跟著溫家寶 他的外交大權 已經 一步一步 削弱 以為全部 磁斷 所以李克強 是沒有 那些戰狼外交 那些不是你的 是 所以他第二屆任期裏面 就算他想 怎樣 大展權腳 也都沒有用 在戰狼外交 中美的貿易 那個關係 變差 再加上外交的形勢 其實裏面 就算你有三頭六臂 你讀多少書 你有什麼 洪財委略 都是沒有用 長江 黃河 不倒流 這是你的願望 不是你權力範圍內 能夠做到的事 OK 所以呢 我最近留意他 我們看了這個風雲高 我都拚了頭 為什麼你有時巡視地方的時候 說話這麼舊撲 在人民大會堂那天開會的時候 老虎坐在旁邊 你就這樣 木的 是不是 押走胡錦濤 薑硬 好像薑絲拍膊頭 那一刻 那個驚惡 恐懼 和他 卸任之後 在莫哥忽那種自信 是兩個人 我不明白 為什麼 我以為他真的很把炮 後面當然有人拆了 結果日本拆了 爆出來了 我不知道是否相信 我傳疑 說北戴河搞風搞雨 是他在 調動一些老人 走去 去動這個核心 所以呢 裏面 這些所謂的水狠心 或者將來的發展 是怎樣 我想很快 那個效應會看到 至於這個李克強 這個悲劇人物 他的角色 和他的歷史的定位 和將他放入中國2000年 那個架構裏面 有什麼看法 和什麼值得 我們香港人 或者外面的華人 下一代去借鑑 這些我們將來有時間 好的 李克強之死 在大陸 雖然就開了這個追悼會 七個常委 包括總書記本人 和他的魅忘人 這個情紅握手 各有表情 在大陸引起了一陣熱議 但是現在這樣的 非常的風頭火勢 是沒有人敢 公開討論 雖然過兩天 中國的第一號人物 將會如無意外 非抵這三分子 出席 亞太經合會議 會見美國總統 拜登 並非正式的國事訪問 只不過在形式上 是見一見這個美國總統 但是其實整個APEC 就已經被 這個叫拜習會 這一場很有可能 是關乎世界局勢安危的高峰會 是搶了風頭的了 只不過另一方面我們看看大陸的局勢也沒有怎麼緩和 佳恩最近引起大陸的知識界 和網絡很多中產階級等等 再次討論的就是原來 2023年11月6日 即是李克強死亡之後6天 而且經以全部火化 搞定埋單之後 最新出的一期 叫做《財新周刊》 有一篇社論 的題目就叫做《改革極衰新突破》 這篇社論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提前在《財新網》這篇文章 就對於十八屆三中全會 這些是咸豐年了 不是二十大 是第十八屆三中全會 中共黨內的一些決議 是予以極高的讚揚 其中開篇這篇社論就這樣說 十年前的11月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 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總計十六部分 六十條 三百多項改革措施 涉及範圍之廣 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 十年來政商學界人士常常以讚賞的語調 引述這份俗稱六十條的重要文件 這一篇社論 來勢洶洶 不是稱中二十大以來如何如何 是賭回舊仗 十年前 十一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 即是說那時候 全世界在這裡贊重所謂的 習李體制和吹奏這個叫李克強經濟學的高潮 所以為什麼選擇十八屆三中全會 這一場現在早已經被遺忘的歷史性的會議 是拿出來說當然是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這篇社論是說 在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史上 十八屆三中全會與開啟改革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 學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十四大 及其十四屆三中全會一樣 具有理情卑義 這些什麼十幾屆第幾屆中全會的數字 不熟得中國現代史的人可以暫且不管 但是這一句可圈可點 就是財新網言正指出 令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是決定最重大的理論成果 這一段是非常之高調和囂張 意有所指就是現在的中共路線 包括最高人物 背棄了十八屆中全會改革開放的原則 這個改革開放是承襲至更早的 江澤民和鄧小平定下來的基本路線 這篇社論一開張第一段就已經氣勢兇浪 接下來的就是震震驚雷還有更加刺激的內容 你有沒有看過呢? 這篇文章發表日其實是1月6日 傳聞是一千八百多字 是要會員訂閱才能夠看得到的 所以它的傳播範圍就不是太廣 但是現在披露的頭一兩段就大約是全民的三分之一 文章的亮點所謂或者是令人覺得留意 除了這個標題之外都挺猛的 就是叫做改革開放 改革極衰新突破這句字眼之外 就是裡面引用過李克強那句說話 就是長江黃河不會倒流這句說話 很明顯這句引用的字眼 暗指引用李克強所說的名言 和他所要求或者是他主張的一個改革開放的路線 而更加我用廣東話叫做抵死 或者叫做技巧的 他是引用十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 習近平說過的話 那時候習近平的說明是說什麼呢? 是面對未來要破解發展面臨各種難題 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和挑戰 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圖 原來他用一個很技巧或者很直接的方法 告訴全世界包括習近平 你十年前說過這句說話 就是說要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圖 但是十年之後又是怎樣? 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非常挑釁性 挑釁誰呢?就是現在中共第一號人物 即是現在整裝去美國去見拜登的那個 那裡邊赤裸裸就說在十年前 十一屆三中全會 你自己對全黨全國是再次承諾 目前最大的原則就是改革開放 除改革開放之外別無他圖 這個是你講的 所以當時配備給你做總理的李克強 才在這樣的大原則之下放手推開進一步的市場改革 但是十年之後你就是你 就已經背叛了十年前你自己開口的承諾 而走了另外一條路線 這條路線是什麼呢? 我想全國全黨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是這個新方向是造就這個經濟的敗局 到處都不行 所謂改革開放 財新網這個社論就是說 現在只不過是一指空言 停留在口頭和紙面 那篇文章繼續指出 有的官員口稱改革 其實與決定精神會道而馳 這個決定是指十一屆三中傳媒 曾幾何時收縮性政策頻出 那些人說最近你出了什麼問題呢? 看著 尤其是三年疫情中 微觀過雨過多 一刀切層層加賣現象嚴重 市場主體苦不堪言 正面改革是改革 糾正創同樣是改革 市場主體迫切派往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 能夠盡快撥亂反正 這段說話可圈可點 三年疫情中微觀干預過多 一刀切層層加賣現象嚴重 市場主體苦不堪言 三年疫情是動態清零 這篇財新網的社論是筆點名 是說動態清零是錯的 正如我們年紀之前 是評論中港兩地的這個所謂動態清零 也都說過 你將動態清零當作壓倒性的政治任務 是一種過了的反常行為 現在終於是大陸的財新網的社論確認 不過他沒有說動態清零 他說三年疫情之中微觀干預過多 特區政府是不是 這個叫林鄭月娥和盧崇茂 在動態清零的期間 是不是在做同一件事 現在搞到你放開 那個經濟已經死過了 雖然開關已經救不了 再加上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更加是經濟自殺 所以你看回這個叫財新網的這個社論 應該是由特區政府施局級官員的高官 是拿來重點學習 這篇社論是非常之厲害的 是拿命的 他講到這個決定 是將所謂你們個個已經不記得了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拿來 抄出來做定海神針 而且強調改革開放才是信心的終結來源 改革仍然任重道遠 不進則退 這個十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 正是李克強經濟學 是風騷登台的時候 那時候的李克強就以為 真是有習李體制這回事 就拿著習近平他自己所說的改革開放的這個大原則 就打算放手做事 但是現在今天局勢完全不同 財新網這邊社論就是問 為什麼 問題就是在李克強事件之後 財新網為什麼還這麼夠膽 引用李克強這個最後遺言 是直接是炮軍當前的一個主持人 因為一早已經說過 不得妄議中央 定位一尊 喂 你現在這樣 罪名可以說是非常之嚴重的 所以我剛才說特區政府你應該學習 他哪裡夠膽啊 喂 你現在下面是小的 你今天就糟糕了 他這一篇東西直接裡面包含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 其實那個改革開放 都是引含著香港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是鄧小平所說的一百年不動搖 現在剩下什麼呢 然後他說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就必須繼續深化簡正放權 記住 簡正放權 把權力之後關進制度的籠子 什麼叫做簡正安全呢 在上兩個星期 在李克強死亡之後 我們的風雲谷那裡也是重點指出 李克強生前所謂的 李克強的經濟學到最尾 他自己是歸納為三個字 叫做放管服 放是什麼呢 第一條叫做簡正放權 簡是簡單的簡正是行政 這一篇文章就把簡正兩個字點出來 擺明是為李克強 是賦冤吊屈 所以是非常之嚴重的事件 問題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夠膽這個財新網 是發表了一篇這樣的社論 裡面是涉及一個呂強人總編輯 這個呂強人總編輯有更加大的後台 在這個時候為什麼夠膽現在這樣發爛 在這個叫APEC會議之後 當第一號人物如無意外回到北京 就一定會針對這篇文章做之事 如果不是呢 所以這個叫做生與欲來 就是這個意思了 這篇文章的結構很綿密的其實 裡面沒有提過李克強這個人名 但是裡面每一句都會令到你聯想起李克強 正如你剛才所說 提到繼續深化簡正放權 把權力之後關進制度的籠子 這些就是李克強經濟學那個背後的精神 所以你一看這些字眼你就聯想到李克強 不止他也補充了很多 其實在官方的庫文裡面沒有提到的內容 就是有關於李克強主政國務院之後 促進民營經濟壯大功不可沒這些方面 另外推出了2485個改革方案 也是值得稱重的 這些全部都是李克強經濟學或者李克強主政的時候 壯大民營經濟的貢獻 裡面迴避了李克強這三個字 但是處處都有李克強的影子 而剛才你提到這位財經新聞周刊背後的創立人之一 胡舒立就掃有中國最危險女人的稱號 其實他的影響力也很大 所以財新網的每一篇評論 都會被國內甚至國外的媒體去解讀 值得留意其實去到2022年江澤民死之前一天 胡舒立已經寫了一篇兩萬字的長文 就是改革是怎樣重啟的 就是歌頌江澤民繼承鄧小平這個理論之後的改革的路向 亦都令到中國的這些官員滿聲發大財 亦都令到民間可以繁榮起來 這些全部你看到那條線背後 所以現在的人在推測著究竟胡舒立的後台 或者他背後是什麼人要財經網出這篇這樣的政論呢 這個就是值得留意或者去解讀的地方了 有了解大陸最新局勢的那些人 大陸的人 個個都知道 你問香港的市經黨都知道 這位胡呂強後面的誰呢 就是前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也就是曾經做過中紀委 幫他的第一號人物 大家同床蓋過一條皮革的偉大領袖 在他們一任內是展開全國反貪腐、拉貪官的那個 這種權來的腳枉是非常激烈 也都是不尋常的 他找回十年前 這一位中國現在最高的黨魁 和這個最高的人物 十年前你不是這麼說的 十年前你是繼承改革開放的 但是十年之後怎麼樣呢 我們看看 你這個叫做十一屆三中全會 還是否設合時宜呢 你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 是不是來取代 在二十大 習近平所說的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次 這個報告呢 到底是二十大的報告大 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大呢 我們不妨看看最新就在去年十月 新鮮熱烈的這個二十大 習近平的工作報告到底怎麼說 這個二十大的報告同樣開宗名義 習近平就強調 二十大大會的主題是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次 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弘揚偉大建黨精神 自信自強 守正創新 卻力奮發勇毅前行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團結奮鬥 這段就叫大會主題 是習近平自己在二十大的時候說的 這個大會主題是並無改革開放這四個字 只不過叫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沒有說到改革開放 好了 現在你看看二十大的報告 你現在這個財新網的社論就說 十年前那個路向是怎麼回答 改革開放應該是什麼市場主題 是不是 但是在二十大報告裡面 習近平親自告訴你 在這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十年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自己說 這些以下就是全部引述 他說十年前我們面對的形勢事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黨的建設取得顯著成效 但是 看著 現在是中國的建設 黨內存在不少對堅持 黨的領導認識模糊 行動乏力的問題 存在不少落實黨的領導弱化 虛化淡化問題 有些黨員幹部政治信仰發生動搖 有些地方行政部門 形式主義 官僚主義 享樂主義和車尾之風 屢禁不止 特權思想 特權現象較為嚴重 一些貪腐問題 觸目驚心 接著看著 經濟結構性 體制性矛盾突出 發展不平衡 不協調 不可持續 看著叫做不可持續 傳統發展模式 難以為計 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 犯利益浮現 一些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信不足 有法不義 執法不言等問題嚴重存在 拜金主義 享樂主義 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創思潮 不時出現 網絡輿論亂象重生 嚴重影響思想和社會輿論環境 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環節 資源環境約束趨緊 環境污染等問題突出 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不完善 應對各種重大風險能力不強 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存在不少短板藥項 香港澳門落實一國兩制的體制機制不健全 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宵戰等等 當時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重蹤 你現在這篇財新網 社論就說十年前 那個路線改革開放 怎麼好 怎麼好 現在二十大工作報告 去年十月發表 就是告訴你這十年是應該否定的 這十年是誰做總理 就是剛剛舉行了追悼會的那個人做總理 所以拜登主義 享樂主義 極端個人主義 以及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不完善 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與問題 幹部政治信仰發生動搖 凡此種種這一大段是講這十年 種種的不滿和弊端是數落得非常詳細 這些就是去年這個二十大的報告 已經筆點名正在清算中 不是我總書記的責任 是你總理的責任 就是這個所謂某某某經濟學的時代 是令到黨和國家偏離正軌 所以你看看這一段就知道 還有財新網這個社論 根本是兩種不同的口徑 還有一個是否定 還有一個是肯定 如果你說財新網這個社論 你說講到十八屆三中全會 這個路線是多正確的 請問習近平這個二十大的工作報告裡面 講了十年的種種陰暗面 你又如何解釋 所以現在到底兩個聲音 其實都不是兩個聲音 定位一尊 只有一個聲音 你現在這個財新網的社論 就不知道是什麼聲音 雖然是在有限的叫訂閱那個讀者範圍內流傳 由於他的言辭非常之大膽 還有很有火藥味 已經在外面是傳遍 只不過呢 又是好像當時李克強新任總理的時候 還有巡視地區所講的種種改革開放不動員 黃河長江不倒流 是全部跟著那個流量是受到限制 甚至是屏蔽的 就是說這種這樣的現象 並未因為李克強蓋棺火化而停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社論呢 這個社論是財新網 不是《人民日報》 但是是不應該發生的 因為不得妄議中央和定位一尊 但是為什麼會登了出來 還有果然引起全國上下涉涉思議的議論 現在所有華文媒體都在報導 也都在作出分析 其實整篇文章總結最簡單就是 你看到中共官方的李克強父民和李克強生平裏面 隻字不提改革開放四個字 但是今次這篇文章裏面 處處都提改革開放改革開放 也都重提回剛才我們都再次提到了 就是習近平在這個十八屆三中全會 你自己親口講過要深化改革開放 那這一點呢我覺得就真是打臉了 所以不知道跟著呢 財新網會不會有事 因為其實他都一直以來呢 都是風高浪急 也都曾經受到一些整治的措施 那所以現在呢 就加上APEC 看看究竟拜習會結果如何 對於習近平回到中國之後 會不會呢 進一步清算 或者是將這篇文章直情落架呢 那這個呢就是跟著下去 看看發展如何了 所以呢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是不是 因為呢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 習近平呢 講話和現在完全不同 當時十年前他講的 改革開放才是信心的 叫終極來源 叫終極 他自己講的 是吧 所以這篇文章呢 是非常之囂張的 但是呢 現在二十大已經不是這樣講的 是吧 二十大裡面呢 沒有這麼說 改革開放 是任眾道遠 是信心的終極來源 而是呀 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 要回歸馬克思主義初心 這十年代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第一 馬克思的忌神二百周年 是全世界都沒有人去紀念 只是中國紀念 第二 是召開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 第三 是這個 叫巡視延安 就要發興這個叫延安精神 第四 就是最近 是走了去浙江寧波 是提倡這個叫封橋經驗 是封樹街一號的封 橋呢 就是過橋秋版的橋 什麼叫封橋經驗呢 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毛澤東號召 將社會的矛盾 和一些政治的風氣的整肅 是留在基層那裡 是由基層的幹部自行解決 不需要層層報上來的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針對李克強在後期那裡 你自己所說 叫放管服 放管服你說嘛 叫簡證放權嘛 李克強自己在這裡新任 說地方那些 不要將所有的這樣的批示 要交上來由我中央那裡 去審批嘛 你自己去決定嘛 你自己放開手腳 去決策嘛 因為叫改革嘛 但是李克強所指的是 行政管理 尤其是經濟民生的事項 但是這個叫封橋經驗 就是指政治的事項 包括在鄧小平 在80年代初期 這個叫做可殺可不殺堅決殺 可關不可關堅決關 可捉可不捉堅決捉 很多時候毛澤東在50年代初 這個縮反時期 槍斃地主反革命 就不需要佈備上去最高人民法院 你們低級和中級地方法院自己搞定 這種簡正放權呢 就是跟李克強所說的是兩回事 而封橋經驗呢 就是指另一種 所以呢 整個大陸裡面 知情的人 還有懂得閱讀中國政治風向的人 是會嚇到臉青的 尤其是這篇文章 到底現在這個社論 為什麼這麼大膽 尤其是警員 是拉筆批判了三年的動態清理 現在這個財新社論 這篇題目就是叫做 改革極衰新突破 這個極字也是有文章的 不是說極端的極 這個極字是中國的一個古字 在這個說文解誌裡面 考證是初見於商代的甲骨文 就是說在最高和現在最緊急的時候 是非常之緊的 一定要做的 所以這篇文章叫做改革 極需要叫做突破 就是說現在已經停滯了 以及已經閉塞了 現在需要趕而換徹 是完全一個叫做新的方向 但是行不行呢 行不行得通呢 有沒有後果呢 這篇文章 所以是非常之令人觸目驚心的 現在整個大陸 是處於一種非常之微妙 和詭異的狀態 很多人不敢出聲 只不過只是留意 有沒有這些奇怪的文章和言論出來 到底你還要不要解放思想 還要不要改革開放 尤其是如果你不要 為什麼財新網有這樣的東西 補充一樣東西 就是財新網這篇社論出來 香港的親中 尤其是中國的 香港的官方喉舌 是沒有轉載 轉載和報道的 就是于品海名下的香港靈日 其他的都不敢說 而香港靈日近日 是據報虧損嚴重 有種種破產的傳聞 到底香港靈日夠膽去轉載 甚至是報道又或者分析這種文章 香港媒體也在香港又可以生存多久呢 所以在香港現在這個形勢 你不要只是大口聲醒 看什麼地攤經濟 什麼夜繽紛 這些全不重要 中國到底下一步怎麼走 那個方向是怎麼樣 時左時右 一時就說要和美國收好 有一千條理由要和美國改善關係 一時又說美國的外國勢力 亡我之心不死 正在是支持香港的地下的軟勢力 是隨時對抗 那請問美國是敵人還是朋友 是你的仇家還是你的老闆 這件事呢 特區政府最高的主人 現在上面種種的矛盾的說法 都未拿得定主義 你香港特區現在更加不夠膽做事 所以你不要看這些全部搭棚做大戲 全部是兩個字 叫做虛火 大鑊了 跟著正如我們地產大亨劉聯孔 先生在這個記者會都忍不住說 你現在你連那個大嶼山那個土地 那些土地都沒有人下標 現在那個經濟是非常之嚴酷 這些中小企餐飲業 加上這個叫大灣區的人湧了進去消費 已經成為常態 每個週末走數以十萬的人上大陸 上這個叫深圳 還有是連新界北區 現在那些阿嬸師奶都養成 去大陸大灣區買送回來的習慣 這個已經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偏差 這個是特區政府自己捉蟲 當初吹奏大灣區一小時的生活圈 現在問都問不回 所以一籌莫展 都站在那裡 不知道想怎樣 現在呢 不要說你不知道想怎樣 你的最高主任那個層面 都不知道想怎樣 中國的前總理李克強 暴斃是一件大事 雖然現在已經過了一段日子 我們暫時還沒有看到那些類似 1976和1989大規模的 這些天安門 這些群眾集會 形成一個衝擊中共統治的政治危機 這件事主要是跟過去比較 今時今日 雖然那些年輕人很多是 去讀大學 又或者生活富裕了 基本上是躺平的一族 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的事件 是承接著整個80年代 中國類似於德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 威馬共和國 那個是文藝復興 以及有相對的 相當之在共產黨的背景裏 一大的學術和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很多好的電影出現 張藝謀 陳凱哥 以及西方交響樂 莫扎特 舞會等等 西洋小說的翻譯 這個 李克強在那個80年代 是滋潤大的 所以他後來 死了之後 他 數以百計 這些北大的校友 聯名紀念這個學長 但是我們看到 他的這個叫做 迷體告別式 是連這些北大校友都不會放進來 北京大學的校友 這些 所以 抑政 你這個李克強之死 當然是很有問題的 當然 如果你說沒有問題 是死於自然 是心臟病發 只能說中華民族的國運 是極之惡劣 那些人自己也會說 不該死的人死了 力主茂率為身的光粹 是死早過慈禧太后一天 然後 就是這個 周恩來 是死早過毛澤東 在八個月 朱德又死了 接著 胡耀邦 趙紫陽 相繼 都是死於 這個 鄧小平 能夠 是完全放棄權力之前 這次 很多人 微精目棋 又有這樣的聯想 毛澤東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們知道是批鬥 是鬥了劉少奇 以及也是劍子 這個叫做周恩來 當初是想利用 劉少奇 聯手去鬥 周恩來 劉少奇是沒有做到 於是 不用做而不休 就用周恩來 聯手去鬥劉少奇 主要來看 你是比較李克強 李克強在 中共的歷史上 很多人可以比較 很多人比較 胡耀邦 這個大家是團派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 李克強是可以跟劉少奇比較 因為無流之間 本來也是親密無間 甚至是 劉少奇是1945年 在延安的時候 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人 是跟毛澤東個人崇拜 第一個抬轎 50年代的時候 毛澤東跟劉少奇的關係 相當密切 是什麼轉列點呢 大躍進 是 到了這個大躍進之後 這個廬山會議第一次 就是彭德懷上萬言書 說下面餓死很多人 不行 毛澤東就鬥到這個彭德懷 那時候劉少奇不敢出聲 直到1960年 他自己回鄉下 看到自己鄉下的人 真的餓死很多人 還有家姐的家 打開那個鍋蓋是沒有飯 於是他回到1962年 一月 劉少奇召開七千人大會 全國各省市員那些村委書記上來 就叫他們自己陳情 是不是 然後說你們說到底有沒有飯吃 然後他作了一番引渡性的講話 他說七分天災三分人和 這個大躍進是有一些餓死人的問題 不過這個他也就著毛澤東了 不是毛澤東思想有問題 我們執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不力 這個七千人大會是得罪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決定是被逼退居而善之後 決定是反撲 是聯同林彪和江青 是把劉少奇置諸死地 我們風雲谷一開張以來 我們也是非常留意 李克強這個人的表現 包括他在去年5月25日 竟然開了10萬人幹部的視像會議 如果你回帶 你會看到 我就覺得這個很奇怪 因為這個完全是仿效 劉少奇1962年1月7千人大會 在這個大躍進之後 餓死人 因為劉少奇無謂 直接跟毛澤東說 call那7千人 叫他們自己吐苦水 這個是非常之犯忌的 李克強的10萬人大會是視像會議 對比劉少奇的大躍進之後 這個是動態清零之後 在這個10萬人視像會議裡面 我認為他已經犯了很大的天條 當時我們呼籲大家留意 這個10萬人視像會議是李克強親自主持 還有作了一番非常坦率和嚴酷的講話 就說現在經濟很不行 是不是 地方又沒有錢 中央又沒有錢 你們現在不要問自己拿 你們自己要搞定 是不是 這個動態清零 是為經濟造成損失 我們現在點點點補給 是不是 要在這個兩者之間 沉搞一個平衡 這個明顯就刮一巴 就是一定要堅持動態清零 不動搖 而且是一個最大的政治任務的習近平 我認為那時候你怎麼這麼大膽 後面不是有人支持 是不是 接著 走去 巡視這個 深圳 就說黃河長江不倒流 是不是 這個就是暗示他要堅持這個經濟改革 就是暗示有人要令黃河長江倒流 放棄這個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接著他不斷地在說 改革開放不動搖不動搖 這些明顯是暗反調 直到後來 這些人在做天在看 告別國務院跟那些幹部說 又是一大霸佔 然後站在中間說話 這個是領袖作風 然後到最尾 這個叫敦煌莫哥忽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奇怪 下面那個人 總理好 你想害死他嗎 他是總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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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傻的 傻子 這幫人我掃下去 不像是平民 因為沒有什麼小孩子 那時候是暑假 北戴河之後 那時候北戴河 傳到日本那方面有記者說 曾慶紅和慈豪鐵 直去抨擊習近平 說他管理經濟不行 然後 李克強就出場 現在 這個叫做日本日產 這個亞洲版 也是這一位 中國通 這個日本人 他說 李克強之死 就是因為在北戴河會議 他在幕後拆動 這些元老去 去圍攻習近平 這些傳言 是不是正確呢 我就覺得很高度傳言 因為第一 李克強沒有這樣的膽量 退了休 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退了休 是中辦派人 是嚴格 是以 保護 退休首長 健康為名 其實是監視 你准許讓你飛去 敦和莫哥芳 是要請示中辦 中辦的人就是習近平 他說讓你去就給 不給就不給 所以最近這一次 他說去上海 官方的公佈說 他的死因也露了一端 李克強同志 要去上海休息 於是中央批准 所以其實他的行動 他應該知道是受到很大的約束 為甚麼到莫哥芳還這樣 所以 有些人不是說 是有心去害他 他也沒有下 命令 說要在外面拍照我走出來的樣子 我當時質疑過 如果李克強是聰明的 叫旁邊的助理 看下 下面很多人 每個人都在等總理出來 不要出 馬上找個後門走 因為這些是以下犯上 功高蓋主 何況你已經下台了 再加上這個十萬人視像大會 擺明已經是跟 習近平的經濟路線 最少是經濟線 分道揚標 更加早的 我們上兩集都說過 這個叫放管服 這個李克強的改革得以制作 是被習近平在會見這些民建商 這些政協會議的代表的時候 是親自否定的 所以你現在看看他究竟是壞了什麼 在二十大的時候 當這個 大佬 胡錦濤被強行押出場的時候 我們看不透 他跟汪洋兩個 然後胡錦濤在後面拍一拍角落 這樣 這些 就是你看到中國政治 那種陰暗之處 胡錦濤很明顯 是在不愉快的情形之下 就是被驅趕出場 你經過的時候 有李克強 有汪洋 那邊有個胡錦濤 為什麼你個個都不拍膊頭 是拍李克強的膊頭 李克強是拍膊頭的時候 旁邊的是誰 他是不是看著他 你拍這個膊頭 當眾這麼多人 如果你胡錦濤是一個老謀生算的人 這個是你的門生當初 是你指定的接奸人 結果是運濟上不了去 你那些拍一拍膊頭 到底是大陸佬說的 含的信息量很大 是什麼意思 坐隔壁的人 就會亂想 不會想好的 不會說 你也照顧身體 我不行了 而會想 我不行了 去看你 這是什麼暗號 是什麼信號 這個是中國宮廷政治 自從秦始皇以來 的一個基因和特色 你現在這樣 你說 他怎麼會有好下場 所以在網絡上 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裡面提到 李克強在北京的政圈裡面 甚至高校裡面 有一個別名稱號 叫中堂大人 什麼叫中堂呢 就在清末的時候 李鴻章就叫做李中堂 清末名臣 李鴻章力玩狂難 也曾經北洋眾臣 是慈禧下面的一個 得力助手 但是後來隔五輸了之後 要去談馬關條約 喪權辱國 給全中國的人 說他是賣國 還差點要他殺頭 這個中堂大人 這個稱號 其實是一個 一個稱譽 也可以是一個 貶義 又是好像你說 信息量很複雜 很多 這個稱號 我們作為一個引子去討論 就是 其實在這個體制之下 其實一個李克強 就算他有這些經濟學的學識 或者他真的有這樣的 vision 就是有這樣的願景 去改革整個中國的經濟 甚至政治 但是外於他的位置 他只不過 最多是一個總理 或者是一間公司的CEO 他不是董事局主席 董事局主席是要講血緣的 就是習近平的 這個就是中國人 那種民族悲劇的宿命 所以柏洋有本書 就問中國人 你受了什麼詛咒 你是受詛咒的 你只能夠 求神拜佛 望出一個明君 而這個明君 所謂明君 是有能力 有胸襟 而且行人證 是吧 判了兩千多年 到底有多少個明君呢 我們看中國歷史 有很多生硬的名詞 要背 中國歷史的朝代 要不就叫做强幹弱智 要不就弱幹强智 强幹弱智 就是中央系統 包括皇帝 是一個強人 而弱智 就是那些大臣 是一班 融融录录录 負責執行的 或者叫做强智弱幹 就是那個樹幹本身是弱的 但是那些樹枝是强的 你剛才說到李鴻章 李克強的命運不及李鴻章 因為李鴻章 你剛才說到日清戰爭 隔五戰爭的時候 他是全力有軍事指揮權 是的 那時候慈禧太后 雖然六十蚊尾 在義和院做了大壽 但是 他肯放權給李鴻章 慈禧太后 不是一個那麼疑神疑鬼 以及那麼氣量合責的人 而那時候李鴻章 除了管經濟之外 整個北洋水師的海軍 是他的系統裏面 他下面的北洋水師 提到的叫丁宇昌 是他的心腹 而丁宇昌北洋水師 下面乘搬留學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 劉暴善 鄧世昌 方伯謙 林永勝 這些全部都是丁宇昌的人 而丁宇昌就是李鴻章的人 而慈禧太后在北京 是從來不會擔心 李鴻章是拿著北洋水師 如果萬一和榮祿 這個禁軍 這個司令 大家聯合殺入 儀和園 綁了我八爺 我怎麼辦呢 慈禧太后沒有這個顧慮 為什麼他相信 為什麼他相信 李鴻章 裝出來跟誰呢 是跟曾國泛 曾國泛的幕府裡面的門生 而曾國泛是一個 李鴻 慈禧太后 叫九經考驗信得過的人 而因為1860年 新游政變 咸豐皇帝早死 是不是 接著這個叫火燒圓明園 還有那時候最嚴重的 是太平匪軍內亂 那時候慈禧太后上位 才只有他28歲 他是西宮 做一個叫東宮慈安 那個銅慈皇帝只有八歲 朝中無人 那時候唯有靠曾國泛 是幫他頂住 還有左宗堂 所以有叫同光中興 慈禧太后是信任曾國泛 信任左宗堂 接著也信任李鴻章 而在外交方面 他信任這個叫公親王 是不是 所以其實慈禧太后 那幾十年 基本上是韜光仰晦 是你一班人 幾個陸君子這班讀書人 以康友為首 書生論政走去迷惑光水 然後就叫光水行衛生 行衛生 行衛生 也沒有問題 但是你裏面就教光水去動 慈禧太后 所以才六君子綁腹 蔡氏口 所以你這個就是 一個國運的問題 是不是 喂 李鴻章是有全權在手 北洋水師不夠打 沒有辦法 這個是認命 馬關條約 李鴻章是自己親自可以自擺自圍 這個叫賠款 一億兩 一億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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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 這個 日本 伊藤博文 是他老友 是說要求賠款三億 這個 李鴻章就請示老太太 他說要三億 慈禧太后電報告訴他 我們沒有三億那麼多 最多磅一億 這個電報是被伊藤博文入管仔破王 知道是他afford得到 是一億 於是就中位數 不要了不用三億 二億 一億 一個都不減 其實一早就知道你是打算磅一億 那時候的外交是這樣辦的 所以這個皇帝和宰相之間的關係 是中國歷史上三千年都搞不定的問題 所以出了一些所謂的賢相 這些什麼張居正 張居正那時候萬曆是十幾二十年不上朝的 是不是 在玩女人的 放權給你的 對不對 就算是黃安石 那時候是宋晨忠 那時候這些是比較開明 給你這些知識分子玩的 因為如果用回古代中國的帝王政治 或者那個叫做倫理 其實因為 帝王是一個根據血統 剛才所說的 這個是不能夠保證一定是人才 或者他是一個有魄力的人 歷朝的皇帝 好的皇帝 遼遼可數 其實宰相或者相權 內閣 其實是一個balance 這個平衡就是如果一旦皇帝年紀太小 又或者他真的昏庸的時候 是有一個check and balance 可以令到那個官僚系統 是能夠即使這個嘉靖不上朝 萬力掛著玩 那個機器 mechanism 其實仍然是運作的 所以這個宰相 其實在中國的歷史上 那個重要性是很大 不過當然 後來因為明朝 朱元璋 對於權力的戀斬 以及要中央集權 就廢相之後 去到清代 其實已經是形同虛設 是的 但是這個情況 其實延伸到現代 這件事都還未解決 一直都解決 因為共產黨 習近平講究他的 白爺 或者他的革命路線的血統 李克強是什麼 李克強是讀書仔 讀書上去的 是寒門 是的 寒門 靠實力 所謂叫團派 其實共青團不成一個派 共青團裏面有很多壞人 如果用現代的說法 但是相對來說 你要在中學和大學 功課優秀 尤其是高中讀書 才有得被輔導員選拔 你叫你入共青團 只是公屋仔 如果用香港的做法 可以做到上去 即是讀英王 英華 那些 那時候 電燈處 照著找個生果商 做功課做得厲害的那些 進到香港電台做助理廣播處長 這些是殖民地時代扶持很多的 對嗎 所以本來 你說中國人真的不夠運 就是這樣 另外那個 血統純正 皇帝位一定是他錯 不要緊 但問題是 其實你不懂做的 可以給一個懂做的人 去話事 或者是放權給他 放管 你說 你一樣可以放管 放管 最後是放 大家 皇帝也好 宰相也好 只要有一個謙卑之心 是為天下好 是為社稷的幸福 是為黎民百姓 就沒有問題了 光帥那時候 也是有這樣的心 雖然他是皇帝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後面 是有慈禧太后 沒有這個認識 而是覺得 你這幫 你養的這幫 這幫 文人士大夫 想拿我命 那就人頭落地 但是即使如此 清代之所以有同光中興 就是因為有一幫好的 宰相 或者是其他 相當於宰相的決策人物 宰相是很少一個人的濫權 張居正 或者其中一個例外 他多數都是有一幫 是門生 房元寧 杜如悔 魏貞 唐太宗 長孫無忌 那些 成班 是吧 就算是黃安石 司馬剛 那時候都是一班 所以宰相是知識分子的集體領導 是理性決策的 是吧 只要皇帝是要放權 但是皇帝不放權 就死了 所以 這個問題一直是解決不了 一直到中共 到後來 周恩來是頂住毛澤東的那種猜疑 幸好中間有一個劉少奇幫他吃了一刀 就是這個叫大躍進 劉少奇看不過眼 就召開七千人大會 這個呢 李克強召開十萬人視像會議 在裏面就說 好不行 比如提右企提到動態清明 你記不記得他多次出來巡視 不戴口罩 我說這個是一個政治姿態 每個人都戴口罩 他不戴 或者周圍的人都不戴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政治信息 但是看在他的對家眼中 露火中燒 你只是跟我玩玩 民望很高 用民望來騙我 於是我製作一篇文章 叫做唐代奸相李林浦 和秦代的李斯 就說這些人出身名校 其實是棄子 這篇文字已經在磨刀 那時候我們看 這個處境對於李先生 其實是很兇險的 他不是一個領袖人物 他最多是一個士大夫 他所提出的那一套 他是盡量想避免政治意識形態 但是不要跟你爭論什麼馬克思主義初心 毛澤東事實 他的項目也是為民企送綁 地攤經濟 人間煙火 讓老百姓自己發揮 他做生意的才智 然後製造就業 他那一套 其實就是他喜歡看英國書 李克強 19世紀對於John Locke 這個叫做人權思想家 極有興趣 在北大的時候 接著就看英國的大憲章 又對英國這個叫做人權大法官 諾斯加文史加曼 他的典籍和判例很有興趣 你看看李克強的樣子 他在1969年小學畢業 你看看這個面相 是一個善慮 至少你看看他不可以說 微雨間有嬰氣 這個小孩子是有自己一套想法的 因為你看看他大學 接著一路過來到60歲 他68 相對是年輕的 是沒有肚腩 而且雖然當然是有這個染法 但是他那種笑容 那種肢體語言 你看看跟溫家寶有分別 溫家寶是pretentious 是叫做扮文青 或者他以前也做過文青 但是有演技成分 李克強那裡 不敢說完全沒有 但是演技成分是低 但是你這幾手這樣的動作 在中國的政治宮廷文化裡面 是把自己置於險境 那時候不明白 為甚麼你這麽夠泡 是不是後面有人照 於是《日經》這個報道 果然是 但是這個我傳言 因為你是退休了 你是沒有這個自由度去找這些老爺 大陸那些 就不要說還沒退休 還沒退休去中南海那些 一個個樓 不同的別墅 吃完飯都不可以自行交流 現任政治局常委 要聊天 叫自己子女 你兒子和我的兒子 出去北京 市中心 文太中心 開個房間 然後自知浸室 所以北戴河湖爾的 重大信息是不夠膽的 是不是 如果子女講演譯錯了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是動彈不得 為什麼這個日方有一段這樣的消息 是誰放給他 是不是 這個我相信不會是作 日本仔也不會愚蠢 是阿貓阿狗提供的內幕消息 他也會說 是不是 他必定有那個線路的自信 所以這場戲是還沒完的 接下來 會怎麼發展 現在不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現在 中國經濟難度會是怎麼算 不要說爛局 還是僵局 另外一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十年來 李克強的思維 是一種 拆牆者 或者網絡上 叫做破壁者的思維 鬆綁 拆牆 破壁 這件事已經 植入了現在中國的民間 和企業的腦裏 其實那個曾經見過 曾經鬆綁過 曾經拆過牆 現在開始逐樣 那些牆壁和壁壘 全部都拆下來 要管 這種其實是 我認為是不能回頭 不能回頭 不能回頭 怎麼不能回頭 再拆不回頭 拆了就不能再拆 拆了就很難再拆 好了 拆了不拆 你要搞定那十四十億人吃飯的問題 不要緊 你現在恆大這樣爛尾 要不就要印銀子去接管 將這些大地產財團全部變成國企 國企之後你才不會營運 這批蘇州市 你如何把它重新去經營 這不是又回到毛澤東國企 這也是回到前一集 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就是 你不要相信那些官 相信人民 相信做生意的那些人 尤其是相信頭腦靈活 見孔就捐 自己一直是上位殖民地時代 1950年至1970年 那些上海佬和潮州佬 有幾多個 是從村交花 又或者做孤雷 然後做基層的苦工 然後成為上市公司主席 是英國人認識的 這就是香港的故事 Adam Smith 阿當史密 約翰洛克 這個叫Webber 韋伯 海耶克 他們的殖民地官全部是讀過書的 香港的故事就是這樣 你不要管那個叫李嘉誠 還是肥佬禮 或者劉夢雄 還有其他無數白手興家 來到香港 這三個人不能夠併置 我意思是這個不能併置 但是他們都是 在當年來到香港是一無所有 對 難道這是政府搞夜繽紛 令到他們富有嗎 不是 就是提供了一個自由 一個經濟的環境 讓他們自己去做生意 這個就是其實香港 為什麼一個這麼彈遠的地方 可以跟整個中國 發展這麼不同的部分 其實現在中國不斷重複的 所謂的改革開放 其實都是一場春夢 當然 這個李克強我們知道 他歷次的講話 我們上一集說過 就是放管服 到他下台了 到李強和習近平上來 開了一個去年10月 開了一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在裡面怎麼說呢 對這個局勢怎麼說呢 他現在沒有辦法 要擴大內需 怎麼擴大內需 現在 那些房地產爆了 那些人工工考樓沒有錢工 是不是 哪有多餘的錢 內卷也有 內卷也有 以前是三輛馬車 中國經濟三輛馬車 第一就是出口 這是最厲害的 接外國的訂單 第二就是基建 我賺了錢 我用了外匯之後 是有錢 然後在大二三線城市 起橋收路 甚至農村城鎮化 第三就是內需 我有12億人 13億人 他們自己一人 買個漢堡包 一人吃碗麵 民間經濟搞定了 每天都要開飯 但是現在出口已經 是大幅度崩壇 是不是 因為這個動態清零 那些三年在趕客 所以李克強 就悶悶心急如焚 出口那些 就沒有搞到 很多這些民企 和來料加工的工廠要倒閉 大批這些民工要返回 這個農村 這樣不行了 他們要賺到錢 才有生機內需 對不對 然後基建 一帶一路 一百幾十億 一百幾十億 派出去 大撒幣 大撒幣 除非你有銀子 有銀子 就會貶值 一貶值 就會通脹 好了 然後最後請問 內需的那裏怎麼捱得起 所以現在不說內需 在這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就說擴大 加強基建 透過加強基建 來擴大國內需求 他那時候 最新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就說要恢復擴大消費 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這些不是你呼籲 那些人民就會肯消費 即是你叫人生子 不是你叫他就肯生 要他有一個心情 以及有多兩個錢 他才肯生 對不對 所以這些完全都是在上面 那班人在開會那裏 拉樓上樹 對不對 好了 那你現在尤其是 他為什麼現在要擴大這個基建 房地產塌了 這個呢 這個呢 恆大呢 恆大呢 連累到鋼材水泥玻璃 駕屍床上用品等等 這些製造業全部 所以你一定要吃回房地產爛尾 剩下那些鋼材水泥玻璃 當中其實是有一些 所以局主要增加基建 但是有沒有這樣的衰竹 有些錯誤的觀念 其實 將基建和房地產 拆開兩個項目 其實是不對的 我認為 因為這個基建 是要依賴房地產的發展 其實這個基建才是有意思 以及你建建完基建之後 你才有經濟作用 最簡單如說 有很多鬼城 鐵路或者是高速公路 其實你建成這麼大的高速公路 去這麼遠做什麼 難道去到那邊又燒烤嗎 雙輔雙城 那裏一定是要有房地產 你那條鐵路或者公路 你才有價值 或者機場 香港也是 我為什麼要在將軍澳建屋苑呢 麻煩政府搭條 輕鐵 和地鐵延伸到將軍澳 那裏才會 大家才會有錢賺的 這個就是中共體制的弊病 到底你是國企和民營之間 可不可以做到partnership 他做不到呢 因為他馬克思主義初心 他自己說 消滅私有制 在你的基因裏面 你把任何民營的企業 都當是敵人 你都把他當作地主階級 但是李克強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必定 在中國這個制度 他必定是一個悲劇人 加起來 你以為你很厲害嗎 學歷高 北大 博士 懂英文 如果你有一個 周圍有一班反社會人格的人 加起來中國人這些基因 我寧願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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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死 這些是 這種民族 這種文化的性格 裡面的陰暗面 西方永遠都不會明白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自己的共業 搞到濫炒 這個也是說來話的